我们看反映二战题材和抗战主题的战争电影,经常看到中国火的军士兵,抱着一捆手榴弹攻击敌军的场面,爆炸以后,仿佛一枚大口径炮弹的威力。 这种捆在一起的手榴弹,叫极数手榴弹。 极数手榴弹是指如多枚手榴弹捆在一起,或者将多枚手榴弹连接在一起,作为一个整体的弹药,再投掷出去,能够极大的增强手榴弹的爆炸威力。 于是有网友提出疑问,投掷极数手榴弹的时候,是要一根一根的拉线引爆吗? 答案是否定的,肯定是只拉一根线,就能保证瞬间以爆全部手榴弹。 而且在战场上,没有人会问到将一捆手榴弹的拉火绳一根一根的拉出,然后再投弹的,正会架伐自己的。 在过去的战兵中,有好多使用极数手榴弹的例子,例如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广泛使用的M161718式长柄手榴弹,德国士兵就经常将七枚长柄手榴弹并连在一起,去掉周围六枚手榴弹的木兵和引信,只留下中间一枚手榴弹的木兵,做成极数手榴弹,用于攻击敌人的碉堡攻势,或者战车。 上图就是使用M17极数手榴弹的一战德军制弹兵。 到了二战时期,极数手榴弹的应用更加广泛,德国士兵将自制极数手榴弹作为常用的作战方式。 这是使用的手榴弹,是著名的M24式长柄手榴弹。 这种七枚长柄榴弹并连的极数手榴弹,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,也有广泛的应用。 在台,装战役纪念馆的纪念浮雕里,就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抗战武器,有盒子炮毛色手枪,截壳式ZB二流星机枪,大片刀和手榴弹。 请注意左下方的战士,他就抱着一捆七枚极数手榴弹。 但是,有网友会问到,几枚长柄手榴弹捆在一起比较好制作,那么软型手榴弹,如何制作成为极数手榴弹呢? 在二战时期,小巧轻便的软型手榴弹,已经得到了应用。 例如,德国就装备有M390小型软型手榴弹,美军则使用MK1MK2MK3的软型手榴弹。 这些手榴弹没有目名,采用翻软机针,弹簧刺片保险。 只有脱手以后,保险刺片在弹簧作用下飞掉,保险才会打开,连信发火延迟。 这样的手榴弹,是无法困杂在一起,制作成为极数手榴弹。 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,德国士兵会将六枚M390小型软型手榴弹,捆在一枚M24是长柄手榴弹周围,就成了一捆极数手榴弹。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,极数手榴弹捆在一起,引爆时是将所有引线同时拉过,还是只拉中间的一个? 如果只拉中间一个引线,能够可靠地引到其他捆绑着的手榴弹吗? 有人说TNT炸药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炸药,用步枪直接射击TNT炸药块,都无法引爆炸药,那中间的一枚手榴弹爆炸,能顺利引爆周围六枚手榴弹吗? 没有问题,全世界的极数手榴弹都只用一个引线,引爆中间那枚手榴弹,就足以同时引。 爆周围的手榴弹 手榴弹的TNT装药爆炸时,爆速和能量,远远高于步枪自弹。 极数手榴弹中间那枚手榴弹爆炸时,产生剧烈的轰爆波,足以在瞬间引爆周围的手榴弹。 这个在弹药学上叫做训报,还有网友提出疑问,目前我就和外军已经基本淘汰木柄手榴弹,没有木柄,制作极数手榴弹就会发生困难。 那么,现代战争还有极数手榴弹的位置吗? 在现代战场上,尽管木柄手榴弹已经被淘汰,但极数手榴弹仍然存在。 例如美国最新型的SOHG手榴弹,全中与中国把16式乱型手榴弹相同,炸药里还添加了温压剂,爆炸威力相当于TNT炸药的1.5倍。 SOHG手榴弹,就像原著性的乐高积木,可以随意的串联组合。 士兵在战场上,可以简单的将这种手榴弹上下连接起来,直接把扩展模块逻接在基础模块上,最大可组成成一个三节类似小型爆破筒的极数手榴弹,大幅提高了爆炸威力。 这种串联的手榴弹,也属于极数手榴弹,而且同样只使用一个隐形,照样能可靠的起爆,并瞬间引爆其他手榴弹。 目前美国三角洲和海豹突击队等特种部队,都配备了这种新型手榴弹,而且在电影《红海》行动中,也有反映过侦探战队员,使用此类传联式极数手榴弹的镜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